你们现在反对莫言的这些人呢 是吧都是见风识多的人 当年一二年莫言老师获奖的时候 那你们不都是兴高采烈的在那鼓掌吗 现在十年之后跳出来了 来反对莫言老师来了 你们是谁呀 当然了这种人说的大概率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吧 你说十年前是吧 我记得十年前我还在上一二年嘛 我还在上高中 那时候当我听说啊 当我听说莫言老师获奖的时候 我告诉你啊 我心情是非常激动的 因为什么 因为在我所受的比如说九年义务教育里边啊 就是包括诺贝尔发明炸药 然后说后边设立奖金这件事情 从那以后直到今天诺贝尔奖这个东西来讲 他都是全世界 就是只要有这些几个学科的 都是最高的奖项之一 包括文学 所以说当时你说我这样一个当时还在上学的学生 你觉得我能不兴奋吗 我能不高兴吗 怎么可能啊 虽然当时我没有读过莫言老师的书 但是我也非常高兴啊 而且你要想一想啊 十年之前 一二年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如此发达的互联网呢 人们的信息来源非常闭塞 那时候还是什么人横行天下的啊 高小松蒋方舟之流 公知们横行的世界呀 你怎么可能希望就是尤其是一个学生角度来讲的话 你怎么可能希望一个学在校的学生去对一个诺贝尔奖 到底他是百分之百好的呀 还是说百分之九十是好的呀 做出一个判断呢 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讲 就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讲的话 那我肯定是百分之百接受他的好啊 我认为很兴奋 而且那是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奖 很有标志性意义的 至于说网上说你们这些反对的人是吧 侮辱莫远老师这大的 没有啊 没有没有 我就告诉你 我现在包括我自己 还有网上众多 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 从来都是只是拿出莫远老师的文字来分析 并没有出现那些莫远老师的粉丝 那么说的如此激烈的行为 这两天吧 有这个有长者们是吧 有给我私信 就是比较友好的那种 说孩子啊 你还是太年轻了 就是看事情啊 是吧 你看的太浅了 所以让我多读点书 然后还介绍了几本书 让我看 包括什么哲学史啊 这那的是吧 我首先来讲 我非常感谢啊 是吧 然后还有一点来讲 就是我觉得如果说十年前的我是吧 到今天如果我还完全认同十年前的观点来讲的话 那么我觉得我是非常可悲的 现在我去拿出莫远老师的文字 我来批判是吧 我来批评 我来和别人讨论 那证明是什么 证明我至少来讲我承认当年的我是错的 而且我也想改变 就放眼比如十年之后 如果是十年之后的我还看着今天这些视频 那如果说我还觉得自己也是完全正确的 非常正确的 一点披露都没有的 那我告诉你有句话叫这十年那就白火了 文学它和别的别的东西不一样 你这么说就按莫远老师自己说的是吧 如果说他得的是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你看看莫远老师咱就说横不横吧 就是那必然是的呀 就你发现了某一个定理某一个颠簸不破的定理前人没有发现自己发现了 那你这怎么说吧 那就不是说名流中国的历史了是吧 那是名流世界史了 那如果说莫远老师就是发明的是一个类似于构固定理三四五 就必然构成一个指甲三角形的这一类的言那个理论的话 那你觉得我还敢把莫远老师的成果拿过来 我说这个东西我感觉不对吗 不是的啊 文学这个东西其实都在反思啊 为什么不反思呢 是吧为什么不能拿出莫远老师的粉丝那个作品来评价一下呢 以前啊公之横行的时候 真的那时候的人你就感觉什么美吹 呃欧吹应吹法吹得吹 然后甚至于像还有硬吹 然后前两年的时候你知道还有什么吹吹出来吗 乐吹 什么都能吹出来了是吧 那时候的我承认那时候的我真的很傻呀 而且你要知道那时候啊 还在上中学呢是吧高中 我没读过几本课外书啊啊你更不用说我我就这么说啊我的第一个手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呀啊第一个 手机是是是是是高中毕业之后然后买了那是我姐给我买的花了大概是一两千买那个HTC啊当时觉得可好了哈哈哈真的因为在那之前你想了解外界的所有信息啊 啊很多情况还是那个老爷基呢就是诺基亚的那本端呢在那之前你觉得我能得到多少信息啊是吧那我对于我之前的这些东西也不太可能证伪 随着手机的发展你要记住啊为什么说一代人好像看起来比前一代人更加聪明了首先来讲就是他获取信息的方式以及对于信息加工的方式不管你承不承认啊就是我是一个90后 不管我承不承认未来00后甚至于10后他的思想也好他的技能也好绝对是要强于我们90后的当然你可以说幸存者偏差是吧那揪出来一个90后多牛多牛的一个人打打的打倒了是吧基本上全部的00后10后不能你这么毕业是吧从整体上来讲一代人绝对是比上一代人更加聪明的 你就从智商这个数字上也能看得出来就现在孩子们虽然说有的好像也是怪这个学校里边整天不上体育课是吧但是你去看孩子他的成长情况来讲的话他的确都是优于上一代人的啊所以说像我上一代人是吧我这个90后去反思当年是吧我如此的认同莫远老师到现在我只认同比如说九成的莫远老师是吧我不认同那一成了 我就反对那一场没问题包括现在网上啊就是真的被有些有心人是吧故意分成了两派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是吧你说你认为对的我说我认为对的是吧两家看着可能不太顺眼呢争论一下呗是吧争论一下文学这个东西从来都不怕争论你要记着啊就包括像这次司马南老师就是提出来说莫远老师哪块哪块瞅得不好是吧 莫远老师是不是聪明人还是是不是笨人是吧对于文人来讲这些传播那绝对是好中带好的因为什么呀首先来讲像我们这些之前不怎么关注莫远老师的人也开始读莫远老师的书了因为只要不读书然后我去书莫远老师很多人就说你一本莫远老师的书都没读我是吧你没有资格评价莫远老师 那么我就去读莫远老师的书而像那些原本就非常支持莫远老师之后也更支持莫远老师的人啊他就会更加去买莫远老师的书去看然后呢去网上传播莫远老师的文字这多好啊是吧如果说文学不允许批判如果文学而且是一个纯粹以小说为主的一个文学家的话连这些都不容易批判的话我告诉你 那是对于莫远老师的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而今天就是有支持者有反对者这两者交锋啊在互联网你可以最后说是哎看看哪个得胜了但是最终的胜利者我告诉你是谁啊就是莫远老师啊你没有办法整的是吧你莫远老师已经确定了是吧我说过很多次了莫远老师是中国第一个获得诺奖的人就是以中国国际获得的人 是吧还是第一个诺贝尔是吧文学奖是吧所以说一些善意的讨论不行吗就那些莫远的粉丝们咱就不能善良一点吗是吧因为我在网上看到啊斯马尔老师的粉丝们都是挺讲道理的啊真的都是挺讲百事实讲道理反观是某一些莫远老师的极端粉丝那真是不讲理啊是吧那那听风就是雨啊 一个字看着不顺眼就逼得罢了就就像打人的那种节奏似的 就那样啊